烤野菇 我們現在做烤野菇 至於蘑菇還有其他香菇類 到底該不該 這個問題其實讓很多人很糾結 包括姐夫也是 其實說真的 蘑菇還有其他菇類 最好不要碰水 它只要一碰水 它就會變得滑滑黏黏的 然後操作起來效果也不好 那可是有些菇類 看起來真的不是很乾淨 那該怎麼辦呢 姐夫還是建議菇類盡量不要碰水 這樣子在我們操作的時候 效果也會比較好一點 姐夫在這裡分享 姐夫處理香菇 還有其他菇類的一些方法 先準備一支刷子 像這種 中秋節烤肉在用的很便宜 把每個模糊 用刷子 髒東西把它給刷乾淨 這樣可以把表面 看起來不是很乾淨的東西 去掉 然後又不會影響成品的品質 只是要多花一點時間跟耐心 如果家裡有小朋友 我相信小朋友會很樂意幫忙 也是個很不錯的親自活動 像姐夫今天買的蘑菇 如果不做一些基本的清潔 姐夫還真的試不下去 以上是蘑菇 處理的方法 接下來我們處理杏鮑菇 一般來說 杏鮑菇 比較不會有這麼多的雜質 那我們用刷子 稍微把它表面刷乾淨 今天買到的杏鮑菇 就非常適合 小小隻的 不用切 我們直接下去烤 它的口感跟外型 都會很好看 我們切點蒜頭碎 大隻的切一下就好 先放旁邊 抹一點海鹽 黑胡椒 特級橄欖油 米蝶香 百里香 做個攪拌 還有點蒜頭 這個辣椒 只是為了要增加它的顏色 沒有打算要做辣的口味 這些我們先下去烤 先用200度烤15分鐘 我們現在準備其他的菇類 蘑菇 杏鮑菇 還有我們現在要用的香菇 大概就是用我們剛才同樣的方式 用刷子把它給 刷乾淨 只如今天買的香菇 小小顆的 也不用切 看起來就很好看 把表面的一些雜質刷掉 這是 修真菇 那修真菇 我們大概檢查一下就好 修真菇 基本上比較不會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雜質 但是 為了保險警戒 我們還是稍微 檢查一下 其實我蠻喜歡烤的修真菇 可是它長大之後 變成鮑魚菇 我就很不喜歡 我覺得鮑魚菇有個味道 而且不容易烤準 然後我覺得修真菇用烤的很好吃 加點迷迭香 加點百里香 現磨的海鹽 現磨的胡椒 另外一個烤盤 讓它平均一點 待會加熱的時候也會比較平均 我們剛才的蒜頭碎 再撒一點點 特級橄欖油 一樣把它進烤箱 讓它烤 這是我放下層 我們繼續處理其他的 我們還有美白菇跟紅喜菇 我們來處理美白菇 今天美白菇看起來很乾淨 很漂亮 然後也乾燥 啊 想到了 有沒有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挑選菇類 首先呢 我們在挑選菇類的時候 不管是什麼樣的菇 要選擇乾燥 千萬不要有潮濕 變色的情況發生 菇類它只要在乾燥的情況之下 它其實可以擺滿長的一段時間 大家看一下我們的美白菇 美白菇我們把它翻過來看 這一朵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乾淨 那旁邊這邊都沒有其他的雜質 很明顯的 它不能使用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這一塊 好這一塊是不能使用的 待會我們就直接用刀子把它給去掉 像這樣子 打開來看 好這邊還有一些 沒關係 我們再 挖深一點 把它給去掉 好這樣看起來就很好囉 都沒有其他的雜質 你們有沒有發現 姐夫在處理菇的時候 我是比較小心翼翼的 好我只把不要的 不能實用的 髒的去掉 其他的呢 我們花錢買 當然能夠盡量進到我們的肚子裡面 它才有它的價值 好像這樣子 這顆 我們就把它撥開來看 你看 從裡面看 也很清楚的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很乾淨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它撥成一塊一塊的 到這裡的時候 姐夫再分享一下 我們在撥的時候 不要撥得太小 到時候它會 沒有口感 你看 放它這樣 像這樣子 好一朵一朵的 在烤的時候 它會縮 這樣就會比較有口感 旁邊呢 我們再檢查一下 有沒有其他的雜質 好 看起來是沒有 接下來 我們來處理 紅喜菇 那 我們要把它翻過來看 大家應該可以分辨出來吧 不可以實用在哪裡 就是這一塊 不能實用的 那旁邊的呢 這個 這看起來黑黑的 可是你仔細看 它其實就是小朋友 很小很小的朋友 在這裡 它不是髒東西 那當然 要先學會 分辨什麼是壞朋友 什麼是好朋友 什麼是髒東西 什麼是可以吃的 那一樣 剛才姐夫教過了 我們把這塊不要的 不能夠實用的去掉 還有 再繼續的把它給去掉 好 我們這邊打開來看 檢查一下 這是小朋友 沒有問題 好 然後一樣 我們把它撥一下 像這樣子 我們把它撥一下 像我們這樣撥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檢查 如果它有髒東西 通常都是藏在裡面 那它藏在裡面的時候 它就會佔據它的空間 其實我們在撥的時候 它會從那邊先裂開 像這樣子 那表示這裡面都是紮實的 我們就直接用刷子 比較不會破壞它的完整性 這個同樣的方式 姐夫會用在金針菇 金針菇它很細 如果說我們再把它連接的部分切掉 讓它整個閃掉 吃不到沒有口感 姐夫就會把它弄成這樣子 一朵一朵的 你在下火鍋的時候 就會感覺到有吃到東西 好這個我們已經把它給處理好了 加一點百里香 好鹽巴油跟胡椒 我們現在來檢查一下 我們剛才繼續的那兩盤香菇 把它打開來 放一個麵 哇 香味出來了 哇 水分也出來了 我們稍微讓它翻一下 你看 香菇的水分 非常的多 來我們把這個水 先把它倒一些起來 這個讓我想到我們之前兩天 分享的那個蘑菇卡布奇諾 還記得嗎 要是拿這個先做的話 這個香菇水 就非常的適合當高湯 再把它放回來烤 其實啊 姐夫這裡很香 蘑菇的味道真的是很好 剛剛現在是200度 我先用最高的溫度 下去烤 可能再烤個10分鐘就好 好香喔 為了精神頂時間 我們現在把這兩鍋 放在一起 把它繼續烤 來 把它放回去繼續烤 好 我現在這個啊 最重要的就是讓它收乾 我們現在多了一個盤子 我們就把它用剛才的 紅喜菇 還有美白菇 放下來烤 白餅 胡椒 特級出炸橄欖油 好 進烤箱 繼續烤 香香 有你還真不錯 打出來 烤香菇 美味的訣竅 就是要把它收乾 像這樣子 然後有點上色 這樣是最好吃的 攪拌一下 投司 再加點鹽 胡椒 最後的調味 哇 真好 你的香裝飾 簡單的美味 這樣就完成囉 香草烤野菇 完成囉 這道菜其實很簡單 只是要多花點時間 很耐心 再清點香菇 找個時間 跟姐夫一起做做看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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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